1 2 3 醬醬 欸 超乾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樂天 今天樂天不是做開箱文喔 而是樂天的實驗室 我有兩個這個 一個手環 一個手鍊 它就是銀飾品 然後就可能有點氧化吧 嘿嘿的 雖然這個是別人送的 不過呢 以樂天客家人的精神 要我親自花額外的錢 拿去專櫃給人家清理 雖然會清理得很乾淨 但樂天真的是很捨不得 於是我有一個好同事 他就跟我說 樂天我跟你講 你那個手鍊髒了 你想要清理對不對 不想要花錢對不對 我教你15元 輕輕鬆鬆 清理你們家已經氧化的銀飾品 到底真的只要用鹽巴 洗箔紙加滾燙的熱水 就可以把我們的氧化銀飾品 都清理乾淨嗎 那我們就來實驗看看囉 會不會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方法 哈哈哈哈 好的首先呢 先把我們的熱水給煮滾 它已經剛滾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用1比5的這個比例 把鹽巴放下去 像這樣子 我就來放個5匙好了 1 2 然後把別人幫我吃的也蠻不好 因為我自己去年來開 我是為了要開一個實驗 我猜 我猜 然後網路上說呢 你 不用熱水也沒關係 用泡的也可以 但用熱水的話 它會更乾淨跟更快 好 然後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 把這個洗箔紙 摺成一個差不多的大小 然後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好 我要把它放下去囉 真的假的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 哎呀 它真的變得蠻乾淨的耶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化學反應嗎 它真的變得很乾淨 對還有一個 Sorry 我的天啊 我的媽 手煉超級乾淨 我好像在煮他們 要吃了嗎 準備上菜囉 不錯耶 但是 手環 我覺得沒什麼差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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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en你的手環不是贏 它是鐵 我覺得有乾淨到喔 好的 我剛剛以一個菱角排骨湯的姿態 讓它在裡面滾了一下 我們看一下 到底乾淨了沒 來囉 孩子們吃飯囉 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清理完 然後也沖過水了 一 二 香蕉 欸 超乾淨 它圈圈中間 與圈圈中間 變得超乾淨 然後這個排 這個排也是 變得超亮的 然後圈圈 欸 不錯耶 這個方法大推 但我的手環 就是 嗯 有乾淨一點點啊 我覺得 還是有乾淨一點點 但是 沒有到我想像中那麼乾淨 沒有 手煉那麼的誇張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手環 用不乾淨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爛的一個結尾 總之我這個大推 所以真的很棒 假如你真的有純粹的銀飾品 然後有點氧化的狀態 不用急 你先用 熱水 洗箔紙 鹽巴 來踹踹看 搞不好 就會跟我一樣 有一條新的手鏈囉 這個小沛伯 就分享給大家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YouTube頻道 以及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成功